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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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山友大家好 我是玉山國家公園陳玉串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的是林子山山頂 讓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玉山 那麼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個 天際線上最高的地標 中間凹陷 右側更高的那個點就是玉山竹峰 站在這個點上面 我可以感受到有一位詩人鄭崇宇先生 他說山是凝固的波浪 看著山亂起伏的這個現象 我們看到西側的這個西峰還有前峰 以及西側的這個阿里山 這樣的一個東西橫向的一個連線 這個分水嶺的位置 剛好北側是我們島內最長的濁水溪 還有南側這邊是最寬廣的一個高屏溪流域 那麼站在這個山頂上 我胸懷的大山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林子山山腰的地方 往東側看我們看到有一個 比較低安的這個安部 低線的一個安部 台灣地體受到海陸板塊的一個擠壓 我們可以把海板塊假想成是一部 非常具有動能的這個推土機 由東南向西北這樣擠壓過來 推過來 那麼也會產生強大的這個擠壓力量 產生了一些錯動 那麼當山與山之間的這個軸部 受到擠壓斷裂以後 那麼它就往下侵蝕下陷 那麼形成一個低安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安部是從沙里仙溪 由北往南這樣切過 山友在跨越塔塔加安部 這一小步的時候 實際上在整個地質年代 是跨越了將近三千萬年的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 在我們了解台灣的聲勢來講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跳躍點 那在這個地方地形特殊的關係 每年大概春夏之交 島內的一些紫斑碟的這個遷徙 會從這個地方經過 秋天的時候一些駁撈鳥 也會在這邊進出 那形成一些很特殊的現象 那塔塔加這個地區 由於這個在遠離這個污染城 逆溫城的這個環境 所以夜間常常我們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斗 所以站在塔塔加這個地區 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天地人融合在一起 引起我們對台灣聲勢的一種思念 我坐在這片清清草原上 我感受到鼓風吹過我的臉頰 我也聽到了重重的流水聲 在我耳畔回蕩 李白所謂的波雲尋骨道 以石廳流泉 那一份意境就在這裡呈現了 風聲水聲 眼前所看到的一片草原 有一片白木林 見識到了火曾經在這裡肆虐過 但是很幸運的 塔塔加也保留了一塊沒有被火燒掉的原始森林 在這裡也曾經是水路奔族的地方 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隻水路在這個地方 解放他自己 如果說山勢凝固的波浪 那麼時間的浪花也在這個地方 卷起了千堆雪 在這個不動的海 也就是這個山上 我就如一片扁舟 不動的扁舟一樣 而在塔塔加這個地區 看玉山 我們也見識到了 創造的力量跟生態的美 玉山是世界新七大集景的選址之一 我們在這裡可以感受到 玉山的力與美 我們歡迎各位來這裡造訪